大巨蛋起用 但每逢外头下大雨 场内就滴滴答答 下起小雨 球迷买票进场 像在抽盲盒 局长建议你也干脆辞一辞好了 因为一年了 给你整整一年的时间 到今天还在讨论漏水 到昨天球迷进去 买票跟抽盲盒一样 每个人都还在想自己会不会坐到漏水的位置 远雄竟然修不好 局长竟然管不动 麻烦委托第三单位 议员痛批 市府根本拿远雄没辙 但各界仍期盼大巨蛋办演场会 就连歌手周杰伦也透露 把八月时间都空下来了 应该说我的八月已经空下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大巨蛋的回复是什么 所以我也在等 大巨蛋开场第一首歌 先唱听见下雨的声音 灯光影响舞台 没有办法接受淋雨 那个公共安全问题 那个漏电的问题 引起火灾的可能性 不可小觑 布置漏水是个问题 大巨蛋能否举办演唱会 等非体育赛事活动 也还有法规没解套 被市议会国民党团提案 请市府在韩请内政部确认 是否适用建筑技术规则 第一百二十七条 是被解读要为大巨蛋解套 二毒通过了我们很多议员的提案 为大巨蛋解套 希望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大家也不反对大巨蛋可以唱 讲完要告诉我们 他的逃生避难到底做好了没 那一二七条的规定 他们打算怎么解大明星 其实他们都非常宠歌迷 所以他们要办演唱会 一定要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办 毕竟当初在科士府时期 逃生避难模拟 没有完成安全疑虑 没解决 未来能否办演唱会 还是未知数 三十环城不合唱台北 怎么的